念佛感应录,七,录念佛灵异,五,母鸡复仇念佛解怨。 编者,净土宗编辑部。 2013年8月,我去弘院寺皈依了,法明佛境,从此我念佛更加精进了。 一段时间后我发现,原本任性自私,心服气躁的我, 心性变得平静柔和了,与周为人,是,物的关系也更加融洽了。 与此同时,我先生的事业也顺风顺水,我家的小日子也慢慢富裕起来了, 我知道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加持。 我希望先生也能念佛,可一直未能如愿,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情,才彻底改变了它。 2015年元旦过后的一天,朋友送来了一只母的土鸡,第二天正好是儿子的生日, 我先生便决定把这只母鸡杀了为儿子庆生,我苦劝无果。 以前这类事都是由我这个家庭主妇来做,现在我已皈依佛门,自然不忍做此杀戮之事。 从未杀过鸡的先生只好硬住头皮亲自上阵,怎奈技术太差,居然很久末把鸡杀死, 那只可怜的母鸡正扎了好一阵子才断气,其壮惨不忍睹。 一星期后的一天,凌晨三点,先生突然莫名其妙地吐血, 我们已为吐一吐就会好,也没太在意,吐完又继续睡。 谁知道早晨七点,先生又哇哇地吐了起来。 望住那一汪汪的血水,才知此事非同小可,慌忙打车直奔附近的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。 医生说很危险必须立即住院。 住院后做了一系列检查,结果均显示一切正常。 见莫查出什么问题,再加上我先生工作的却很忙,便办了出院手续。 回家的当天晚上,先生和我都听到房间里有母鸡咯咯咯的叫声, 仿佛在一声声呼唤救救我,救救我任凭我们怎么感,这声音总是挥之不去。 四日凌晨,先生再次吐血不止,我们又慌忙赶往一副院, 照例是住院,做一大堆检查,还是一切正常。 这样折腾了击刺,我们已是身心俱疲。 正在这万般无奈之际,我突然想到应该向宏愿寺求助,于是我拨通了宏愿寺佛广法师的手机,法师说,我和先生要一起念佛忏悔。 得到法师的慈悲开导后,我和先生赶紧跪在佛像前念佛忏悔。 与此同时,得知消息的南昌宏愿念佛小组的连友们在于文英老师的带领下,连续念佛三天回向给那只母鸡。 从那天起,我们再莫有听到鸡叫声,我先生也莫有再吐血,原本因为吐血而苍白的脸,也逐渐红润起来。 我先生才真正领略了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。 他说,今后一定要多多念佛,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杀生了。 南昌佛境居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引肉居士